第十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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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会再逃了 哥 答应我 一定要活下去 我叫小五 叫我的我 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 小五也发誓 永远也不离开哥 就算是死也不离开 哥 你要记住 如果你死了 那么 我也会陪你 可恶 我 妈妈 这次 就让我来保护你吧 不 你快走 快走 你们母女果然一样愚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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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想用那招 这儿 老鬼 快阻止他 绝不能让他们融合 找死 要是有一天 有很多人想要杀我 那些人 又是你打不过的 怎么办 那就请他们 先踏过我的尸体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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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赵映书 来 冒际 一朵虚荷 一个行轨 就凭你们 也敢伤害我的儿子 滚开 唐昊 无魂殿 我回忆了 爸爸 啊 好听名下 不愧是浩天斗罗 唐昊 教皇殿前 岂如你放肆 教皇殿 好一个教皇殿 看清楚 才是真正的浩天斗罗 才是真正的浩天斗罗 唐昊 你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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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到底 凌云 凌云 浩天主义的威力 果然惊人 天主义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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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弁止 禁止 禁止 五魂殿欠我的债 总有一天我会全部逃还 大师 弗兰德 你们教导小儿多年 大恩不言谢 唐某欠你们 小三和小五被他带走了 五魂殿七人迎击 竟只是伤了唐昊 唐昊那一锤 公敌所必救 他攻击的并不是教皇 而是五魂殿象征之一的教皇殿 七宝真身 十万年魂殿 被他救走了 教皇殿下 不用追了 唐昊终究还是唐昊 这些年我一直拼命苦练 终于达到了封昊斗罗 可面对唐昊 气势上去远远不及 唐昊这混蛋太嚣张了 灭下 事关五魂殿尊严 唐昊要是那么好对付 他还能活到今天 现在还没到对付他的事 那这些人怎么办 让他们都走 立刻滚出五魂城 走吧 走吧